另外来关注今天的政治焦点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一次陷入了人头公司宜云 又三度改扣 台北势力的联合医院将在这个礼拜三 也就是明天召开调查会议 也要求陈佩琪必须要到场说明 而在此同时她又被爆料 前阵子她到立法院附近 看了价值一亿两千万的豪宅 对于这些问题 陈佩琪今天一甩前几天不回应的态度 她说她去看房是因为自己的儿子要结婚了 所以帮儿子来看房子 那竟然民众党现在可以天天开记者会 那她也打算每天开记者会了 甚至告诉记者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来问 这个民众党都可以每天开记者会 我为什么不能够在家里每天小型的记者会 可以啊 欢迎啊 每天都来 一甩几天前的闪躲陈佩琪直求对决 因为她被爆料上个月在立法院附近看房 看上一间要价1.2亿的陶宅 我记得我有时候时间是有去立法院那边逛过街 但是我没有去看过什么房子 确实有在东看看西看看在考读 对啊 因为想要儿子结婚了 而被网友点名的其中一个建案就在立法院的旁边 而且走路不到三十秒就可以抵达 房屋网站上的照片看起来内部装潢相当气派 根据实价登陆查询房价确实上亿元 不过根据柯文哲二零二四总统大选前的财产申报显示 两人共有活期存款两千四百六十四万 基金九十五万四千零六十三元 不动产部分柯文哲名下仅有新竹市组措 陈佩琪则有位于信义区的住宅跟澎湖县的娘家 不过看看豪宅现代令现行规定房屋价格贷款最多四成有六成虚市自备款 以总价一点二亿元来算 想买这豪宅需准备至少七千两百万元 远远超过夫妻两公开财报资料 不过陈佩琪退休在即 却自暴用儿子人头开设公司 替自己退休生活做打算 被质疑违法 他任职的联合议院将在二十一号开调查会 将请陈佩琪到场说明 陈佩琪则态度坦然 认为该查就查 毕竟不论是先生的民众党招募怡云 还是自己人头公司问题 已经全部摊在阳光下 华世新闻台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